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贴在涂山井身上摘不掉的标签 如果说项柳的苦是醇厚的咖啡 能让观众反复回味 那涂山井的甜就是廉价的汤 既粘牙又不好吃 然而长相思播出后 妖精CP的热度却高居榜首 远远超过妖拳跟妖柳 究竟做了什么改动 才能逆袭反叛 英国作者的亲儿子 在原作中 涂山井的高光点大部分都集中在第二部 而最重要的名场面 当属涂山井为爱殉情 在梅林月杀的这段剧情中 有不少观众认为 跟原作相比 单位的情绪起伏并不大 没有表现出涂山井的心碎欲死 显得有些拉胯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 面对死亡时都会大喊大叫的 涂山井从不敢置信 再到心痛的哭不出来 最后一点点陷入崩溃 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演绎 如果上来就崩溃大哭 不做任何努力 反倒不是青秋公子的风格了 其实在原作里 神威男二 做着对涂山井的琢磨并不多 一直都是任劳人员的工具人 仿佛一出生 他就是为了完成所有人的心愿 就要让奶奶儿孙满堂 需要让男主们有钱可用 需要给任何一个角色铺路 但邓维对人设的修改 却完善了涂山井最被人忽视的一点 那就是鱼生俱来的王者气势 包括他在秋水镇时 对小妖隐隐露出的强势和战犹豫 还有在军营外跟项柳对峙时 明知道武力不如对方 却依旧有恃无恐的嚣张和跋扈 都比原作中更加贴合 那个中原画世人的隐藏身份 我只能说 邓维真的养活了这个角色 就连夜时期纯深厚的纯净 和涂山井伟家族再次束缚的苦涩 他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确实有两把刷子 相比于敢爱敢恨的小妖 涂山井的性格比较内敛 很少有大幅度的表情 但他眼睛里的爱意却并非作假 小妖一句小心争气 就能让涂山井悠悠转起 若小妖生气时 涂山井又默默含泪 满眼都是委屈和自责 都说爱人的眼神是第八大洋 将他所有情绪 确实都写在了眼睛里 邓维用代入是演技 演绎了涂山井的一生 就连记者的日常采访 他也能做到言之有误 其实我觉得 对于涂山井来说 最虐的就是 他一直相信 只要就是拥抱世界 世界就会反观他心发 但是我觉得他往往 收到的都是欺骗 涂山井的世界 邓维不仅在拍摄前 给涂山井写了人物小传 他在长相思播出结束后 专程回到了清水镇的拍摄地 代替夜时期向大家告别 如此用心的态度 值得所有追求观众 为之鼓掌 而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在微博之夜中 邓维荣获了 青云飞跃演员的奖项 这不仅是外界对邓维的肯定 也是对涂山井的肯定 方言内语小生们 还真找不出一个 比邓维更适合诠释涂山井